中国好声音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由于谢霆锋老师和李健老师的加入 是好声音的关注度一路飙升 特别是谢霆锋老师 在和学员们的相处中 我们对他了解的更深 他不再是我们眼中的顽固子弟 而是一名很有分量的导师 他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自己的学员 谢霆锋老师给学员们谈起自己很小就参加工作 并且当时的条件根本就和现在没法比 从饭菜上来说 就是单纯的饭盒 饭盒还捂了半天的 打开饭盒蒸汽会留在饭中 那场景真是有点惨 并巧看到自己的家常菜就是片场 不光吃的是盒饭 就连煮的也很是简陋 光线靠的是蜡烛 去暖靠的是暖锤带 并教育学员要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 不能把所有东西当做是应该的 身在服中一定要只服了 这样的话能从谢霆锋嘴里说出来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学员们问起谢霆锋老师是怎么样去看待网上 可能有一些人的负面评价 谢霆锋老师也是直言不讳 网络上的差评那种会骂你的人 你不可能去迎合他的味道 就像你做一道菜 不可能符合被一个人的口味 你们的负面评价加起来成一万 应该还碰不到我的一点点 当有学员问起唱歌实战在舞台上 不怎么动可以吗 谢霆锋老师竟然拿王菲举例子 他王菲唱歌的时候也是不怎么动的 但是他嗓音里面的细节感情都表达得很充分 可以看出王菲是谢霆锋心中的偶像 我们的谢霆锋老师在教育学员时说的都是心里话 对王菲瑞 Bang